坐在救護車最裡面 臉上還留著彩色粉末 全身更是忍不住 不斷發抖 堅持讓其他傷患先接受治療 在救護車上 他的勇氣更是讓人感動 漢童在救護車上的傷者 樹妹平生卻願給十年壽命 就連被推進急診室 還一直四處觀望 看有沒有人比他更需要幫忙 根本沒注意到自己身上 也滿是傷痕 然後我就說你現在看著我 我叫凱凱 然後你還來不及認識我 但我認識你 我們現在自豪一起出來 現年33歲的蔡凱文 被網友封為勇敢女神 五次奉獻 臉書上更湧入不少貼文 幫他加油打氣 當他覺得還能喊痛的 還算 還至少還能喊 很多連痛都說不出來了 陳氏921受在乎的他 和丈夫育有一個小孩 當天他跟丈夫 第一次到八仙樂園 參加彩色派對 事發當時他就站在舞台正前方 生死交官的危急時刻 勇敢女神溫暖所有人的心 借台北綜合報導